我又小名了 谢谢小伙伴送俺这个昵称 俺喜欢小皮这个名字 第31套试题开始刷题 多多刷题 反复练习 够的考试 俺小皮陪着你 加油小伙伴们 我选择 做一声明亮的叫做 运动和运动 答案 答案 运动到运动 答案 三十一题 画面中啊是个下雨天 我行驶在双向两条路上 我要选择超车 左侧的大巴士呢 闪着右转灯 准备右转 阿选项 我闪大灯提示对方 然后我超车吗 嗯 有点困难哦 雨天呢 前方的能见度低 我们不确定左侧车道 是否有车开过来 而且呢 即将右转的巴士呢 给我造成了一定困惑 所以 阿不选 我们选 B 放弃超车 更稳妥 记得在路口选择超车 除了前方要有足够的一个 视野的清晰度 路口处不可以有任何会令人产生顾虑的想法 比如有植被的遮挡 或者即将转弯使出的车辆等等 否则呢 我们不要选择在路口处进行超车 关键词 一个正确的握方向盘的姿势 可以使我们 A选项拥有快速准确的反应吗 还是B选项可以推迟疲惫感呢 这两个问题 我们都选择V 姿势对了 可以很顺手的调节到各种按钮 驾驭方向盘的空间呢 也宽敞 不至于开几分钟就会腰酸背痛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A和C 关键词 有一些速度调节器 可以使我们和前车 保持安全距离吗 是的 小伙伴们我们选V 又是高科技哦 名称是 Regulateur de VDES Adaptative 自适应巡航控制设备 简称ACC 在这里我们稍做一下了解 它除了可以调节控制车速以外呢 它还可以检测到前方的车辆 并根据司机引有的速度 自动调整车速 比如说 通过车前的雷达传感器 并没有检测到前方的车辆 那它呢 则保持事先调整好的速度 否则呢 这个配备ACC的车辆啊 会自动减速 以保持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 额外配备这个设备的市场价格呢 在1000欧到2000欧不等 34题 我要执行 那么我是在A选项 右车道开呢 还是在B选项 左车道开呢 右边最右侧车道 地上写着大大的bus 公交车道 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开哦 所以只能选择 B选项 开在左侧车道 35题 提一问 拼车可以减少路上行驶车的数量吗 是的呀 目的地相同 或方向一致 四人一车当然比一人一车消耗的燃料少 排放的污染也少 当然咯 平车还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啊 提二问 那一般的这种交通方式是免费的吗 那不是哦 我们要分摊油费 路费等等费用 但要比乘坐其他交通工具便宜咯 至少比坐火车便宜吧 这个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的交通方式哦 这道题我们选择 A和D Le GPS permet un guidage 我们听导航 而不是一直看导航 司机盯着屏幕 怎么能更好的看好前方的道路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择A和C Ce voyant vient de s'allumer Je m'arrête à droite des cônes Réponse A Je m'arrête dans ma voix Réponse B J'attends le prochain refuge Réponse C Je continue sans m'arrêter Réponse D 37题 这个缺油的小图标出现了 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 橘色图标亮起 我们不用马上停车 红色是危险灯 如果亮起来了 就必须要停下了 所以题中这个缺油的橘色图标 不是催促我们马上停下来解决问题 而是提示我们油少了 要注意加油哦 阿选项 我停在旁边吗 隧道里是不可以随意停车的哦 B选项 停在我们所在的这条车道上吗 嗯更不行了 后面来车了多危险呢 C 等到下一个安全岛停车吗 没有必要哦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橙色不用马上停车的 所以选择D 继续前行 不必停车 Des pneus sous gonflés S'use moins vite Réponse A Améliore la tenue de route Réponse B Augmente la consommation Réponse C 38题 轮胎充气不足 Sous gonflés 会导致什么呢 阿选项 轮胎磨损得更慢吗 相反哦 应该是磨损得更快了 不选哦 B 改善抓地力吗 很显然也不对啊 C 增加消耗吗 这个是对的 轮胎煤气跑不动呀 就得多消耗 多增加马力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择C 增加消耗 Je dépass la cycliste W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Je klaxon W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39题 听一问 我可不可以超过前方自行车 画面中对面方向来了大货车 是宽大型的哦 那如果超自行车呢 我必须和它流出来一米的平行距离 也就是我要压线超车 那会和大货车有冲突 所以题一我们选择悲选项 我不超自行车 题二问 那我可以按喇叭吗 按给谁呢 提醒货车给我们让行吗 还是提醒自行车我要超过你哦 要知道 禁止随便按喇叭哦 我们不自讨无趣的 乖乖的等待时机 再朝自行车吧 这道题选择B和D 第四十题 第一个先到达事故现场 我们应该如何停靠车辆呢 A选项 我们把车停在事故地点的一侧吗 是的 这样呢就仅仅占据了一侧的车道 B选项 停在事故对面相反的车道上吗 不行的哦 这样两条车道都有车停下来 那不把路故堵死了 不选哦 不可以这样停车 C选项 把车放置在不干扰紧急救援的位置 对的 不可以干扰救护车辆的到达 同时呢 还要记住 车内人员撤离到隔离带或者路间的外侧 并穿好黄马甲 事故前后方区域放置好红色三角警示牌 这道题我们选择A和C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感谢小伙伴们纠正错误 小狗子陈皮继续爱你哦